優達,各位全球的這邊,大家午安 好,瘋老師,其實今天看到大盤在漲的同時 不少個股反倒續航力就沒這麼強了 開高走低甚至有的還翻黑 在目前盤面上面開高走低的個股 面板雙虎就是優達群創目前跌幅超過了2% 在記憶體控制IC的8299的群聯也是下跌6塊錢 第二頁當中有看到了台聚、升權 甚至在全新、中時化 甚至在雅興都是開高走低 但是雅興目前至少還穩在盤上 剛剛回測平板之後 現在拉高小漲3.5塊來到255 如果看到了盤面上面這種開高走低的 有的已經翻黑的話 但是有的還在盤上 留了上影線的 這些需要見好就收 需要先做調節嗎? 我想其實很多公司它漲多了 它都會有經濟流星上影線的一個狀況 那常見的一個題材我認為都會不錯 不過你如果看它是在已經大漲一段 然後留了比較長的上影線 那可能短線上會比較多的獲利賣壓 比方來看到我們看雅興 它這一段其實從我們跟他來報告 是從130 那個季線附近的位置對不對 那個佑達是最清楚 我們10月中一直跟大家報告 這個是聯發科 它增才2500人 那未來一定是從事 所謂的物聯網 AIOT的一個部分 再加上就搭上一個宇宙的題材 那從一 反正這邊已經翻倍了 那在這裡面我認為會比較是屬於 你看它前段時間最高點283.5 那爆量之後休息 那今天來這邊是挑戰五日均線 沒有辦法有效站上 昨天低點231 今天高點269 兩天又將近40多塊的一個漲幅 都會出現一些獲利的一個震盪 那這兩邊的話 這邊的壓力應該是來自於 10月25號的大量區 所以我會說這樣的個股 它短線上大概就是休息整理 我覺得投資朋友可以在它相對比較 位置黑的時候去做佈局 那如果說你相對不一樣的地方 在於像你看像4919的新唐 你可以發現它是剛剛在禮拜 禮拜五才翻 才一個小紅K之後 昨天拉出一根長紅 今天再往上漲 它的一個壓力區 或你往前看要看到9月初了 9月初175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反而是說它已經整理比較久 剛轉強 這是兩種不同的形態 而且投信其實是連是第五天買進 我覺得這個相對會比較強 我覺得短線可以先以新唐當作一個 比較好的一個目標 那當然我看到今天的一個題材 除了剛剛所說的這些個股強之外 重點是 特斯拉創辦的馬斯克領軍的Space 它正在積極推動所在的Starlink計畫 那亞馬遜旗下的一個Kyper 也就是第一軌道性商機 它也在加速升溫 台灣這邊已經確定要加快 低軌道衛星頻普執照的發放時程 據了解交通部近日要將 低軌道衛星頻普供應計畫 正式送交給行政院審查 那基於擴大台場打入 國際低軌道衛星全球供應鏈的考量 行政院希望敢在2022年年初 發出國內第一張低軌道衛星頻普執照 所以其實你看到今天很多個股在工廠庭 那它的題材有車用 那也有低軌道衛星 那像235的晉鵬 大家一直以為說晉鵬就是車用 其實它還有低軌道衛星 6190的萬泰克在創高低軌道衛星 2419的重企也有低軌道衛星 那這邊最強的 好像3491的聖達科 8021的尖典 627的銅星店 3305的聖帽 今天表現都不錯 但大家知道我的操作策略 一定是幫大家找位置低的 最高不是我的策略 最好是它強勢上漲之後 又拉回過整理的 所以我今天幫大家找到 一檔11月初就已經開發售會 公司就已經說 他們已經開始出貨給SpaceX 是不折不克的低軌道衛星的航太大廠 這家公司同時拿到全球前兩大衛星業者的訂單 這個就是代號4916的四星科 好 那我想四星科 大家如果仔細去注意的話 它本來就是主要的一個 事業體就有三個 一個是所謂的一個工業用電腦 再來就是博弈的一個機台 那最後就是航太 其實它切入到航太市場已經非常久了 主要是包括說像韓太工程裡面的內裝 這個板金 電線 電纜 線數 安全帶等等的一個產品 那重點是它已經開始切入到SpaceX 在11月初 那大家可以看到 它已經正式開始出貨SpaceX 不是未來才要出貨 它是已經打入 而且要出貨 那我們再看到這個EPS的數字 先去看一下數字 去年虧1.78 真的是虧損不小 但今年苦盡剛來 前三季賺了1.17 那再加上說它說第三季因為有缺料的狀況 第四季慢慢的好轉 所以明年在整體這個低軌道的新的題材發酵之下 它的一個出貨有機會大幅的成長 好 我們來看技術面 我說我不喜歡追高 你看看這一波 11月初它說法說 一波強漲之後 大家知道爆量就要休息 休息完整體之後再創新高 再在11月23號爆量之後再休息 你有沒有發現現在的價格 其實就是又回到了第二段起漲的一個位置 位階還是相對低 以它前三季賺1.17來看 股價33塊 對照於有所謂低軌道衛星題材很多的個股 我覺得它的本益比是相對偏低 而且由一個轉潰營的公司來看的話 你苦了這麼多年 然後終於又轉潰營 那股價的爆發力就會強 而且它的老早就已經是航太認證 所以它現在要打入低軌道衛星 那就等於是這個降維打擊 從四維空間回到三維空間 來跟大家一起做競爭 那當然它的一個認證 其他的產品就會更快 而且已經實際上就SpaceX的供應鏈 我覺得這個位置 剛剛開始在底部開始轉牆的第一根 我覺得投資朋友可以去做留意 風老師我這邊有一個疑問 因為我們提到這個SpaceX的這個星鏈計畫 馬斯克雖然很積極的在推動沒有錯 但是也因為現在晶片荒的關係 導致這個服務恐怕會延後推出了 它最近才跟客戶道歉 它為什麼要道歉呢 就是說這個服務恐怕要延遲一年 甚至更久才能交貨 因為不少下訂的消費者 它是已經先付了100美元的購物金 去預購所謂的疊型衛星天線 而現在這個星鏈計畫他們就說 客戶現在可以登入官網 來評估交貨的時間 隨時都可以取消訂單 全額退款 其實許多的美國消費者都在抱怨說很像詐騙 因為它預購訂金付了 但是一開始跟我們說 今年的年終會推出 然後變成今年的年底 那結果又等到明年 那該不會又要等到明年年底 其實這個事件在馬斯克道歉之後 大家也在看說是否會影響到 供應商延後出貨的這種拉警報的危機 儘管今天相關的概念股還是有漲 但是也有跌的 像是在2383的台光店 台光店今天就出現這種創高拉回的走勢 目前比大盤來得弱勢 因為它是跌幅大約是0.7% 跌2塊錢 開高走低翻黑之後 創了短波高 今天可能是有這個消息的干擾嗎 才有變成說投信或者是外資 可能在高檔做調解嗎 那這個消息怎麼解讀 其實我會認為說 現階段是不是連汽車都在缺晶片 那你去看這些還沒有開始 生產電動車的像Rivian 或者是新的這些 新創的電動車的一個企業 是不是股價已經開始在狂飙 都是漲本夢 好 那我來講現在剛才講 四星科它是不是有 股價是有實質的獲利 沒有錯 好來 它的Space S是已經早就認證 有開始再出貨 那我認為新聞上說 我的服務要延後 但是它服務要延後 它是不是要繼續開始 持續它的一個建設 這個邏輯合理吧 它持續在做出貨 但是我要經過整合的服務 它可能時間會延後 好那我們再知道的是 整理的產業在進行 發展的過程裡面 我當然是先告訴你 我的預期這時間想要做到 但可是因為缺晶片 汽車也缺晶片 所以車子會出貨變得少 但是它的一個 Starlink這個服務 它是一個比較全面性的服務 當然它是越多的一個 低軌道衛星發射完到空中 開始正式的一個連結運作 它的一個速度才會快 那它是不是應該要更加緊的 向它的上游供應鏈去做 所謂的一個下訂單 上游訂單裡面 再持續進行一個生產 我覺得這樣才能趕上提供服務 我覺得這個邏輯 大家可以去做思考 我認為啊 就算是這樣子的一個題材 它道歉 但它會不會更努力的去做 我認為以馬斯克它的個性 它做一件事情會把事情做到最好 它一定就是怎麼樣 每天就是吹訂單 然後每天去吹這些的一個組裝 讓它的一個系統 未來可以早日上線 但是我們在講 像是新科 又或者其他的 國外新的供應鏈 它是不是應該要積極的開始出貨 所以這個對它未來的營收 我認為對它短期的一個形象 會有影響啦 對這個馬斯克的影響會有影響 畢竟說到不做到 但是對上游的這些供應鏈來講 我覺得都是好事 因為那表示未來的一個訂單 應該是很持續穩定的會進來 我倒是用一個這樣的思維邏輯 來跟大家做分享